全球暖化还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巨变 澳大利亚的东岸在周末开始降豪雨 新南威尔斯州各地都出现了淹水 尤其是第一大城雪梨 淹水很严重 周一必须疏散上千人 最可怕的是 未来24小时还会有豪大雨 因此当局警告 会出现山洪爆发的灾情 在意大利连日热浪 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 冰河地区出现摄氏10度的气温 冰河大面积崩塌意外发生 夺走六条人命 大片冰河脱落后不断往下移动 游客从远处拍摄也能听见巨大声响 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冰河 三号发生崩塌意外 至少六人死亡 八人受伤 目前还不清楚崩塌原因 但当局怀疑与近期的热浪有关 三号山区甚至出现摄氏10度的气温 黑色轿车在淹水路段抛锚 几名远警只好在大雨中徒手将车辆往高处推行 暖化气候灾害再添一桩 澳洲东岸周末开始降下暴雨 二号部分地区降雨达350公里 新南威尔斯州各地传出淹水灾情 第一大城雪梨数千人周一进行撤离 不少居民在马路上看着道路整个被淹没 直呼从没见过这种事 从空中俯瞰 无论民宅还是商家都被水掩盖 儿童乐园的游乐设施和旋转莫马 勉为其难地待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横跨霍克斯伯里河的温沙大桥 因为河水暴涨到雪位超过12公尺高 桥面几乎都被淹没 这已经是今年温沙大桥第四度出现这番景象 哭的是当地居民 很多人因此受困无法逃离 暴雨的力道让海上出现大量泡沫 加上三号雪梨海岸的超强风势 将这些泡沫吹上落地 一艘载有21名船员的货轮在4号搁浅 随时都有被冲上岸的危险 当局立刻派出两艘拖船 帮助货轮往大海方向移动 当局表示新南威尔斯州 未来24小时可能会再出现100公里降雨 呼吁民众如果来不及逃离 就不要冒险出门 待在家中确保平安 目前消防队至少接获3000通以上紧急通报 只能抓紧十几救人 许多牲畜也是抢救目标之一 两匹小马从淹水地区中被救出来 澳洲洲南单位不放过每一条宝贵生命 而瓦拉干巴大坝从3号开始一红 情况越来越棘手 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已经向中央求员派遣军用直升机和人力到重要灾区进行疏散 以及堆放沙包作业 专家警告各地可能出现大量土石流灾情 因为澳洲近期洪灾不断 饱受暖化气候问题 澳洲政府已经在4号启动卫星应急管理系统 希望在抗洪救灾工作上加入科技帮助 能减少更多宝贵生命和财产的牺牲 TVBS新闻综合报道